八月四月五 二月五 四月五 六 七 四月五 六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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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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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七 七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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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門診在台灣裡面最被濫用的一個就是 降血藥的藥物 另外一個就是正經計肌便棉藥 而且是高血壓的藥 像今天也有幾個病人拿來 10,20年高血壓量出來才多少 60,68歲 喔 70 這樣子的血壓停藥以後這麼低的他還在吃藥 因為他都是不舒服的時候 或者是因為神經病很緊張的時候 去醫院一兩兩一次稍微一百五六 就是高血壓 就判定你高血壓就是一輩子 他就這樣一直吃 直到整個人好暈喔 不舒服 對啊這種高血壓的藥在台灣耐用很多 我的經驗就是過敏的大腦的這樣的病人 我看了好幾萬的人 可是有一大半甚至有好幾層的病人 都是長期在吃高血壓 這個造成病人的情況更糟糕 因為大腦過敏的病人 他的血壓都是偏低 所以他如果沒有長期在運動 或者是保持這個陽氣 他血壓偏低 所以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那個大腦的排毒系統是液壓系統 他需要動脈壓 他動脈壓不夠的話他排毒那麼差 所以他就惡性循環 他又降血壓又排得更糟 然後又反過來讓他身體更不舒服 更焦慮 然後他醫院癢的那個血壓身高是假的 不是他真正的基礎血壓 可是他就不敢停 他說停掉會中風 然後他說他們家人都有加住水 為什麼他爸爸媽媽也在吃 其實問題是他爸爸媽媽吃高血壓也吃錯的啊 根本不用有高血壓啊 他們也在吃 高血壓的藥濫用在台灣是最常的問題 我常常到國文設計員講 其實我最常講的東西就是 醫生自己不吃的藥 第一個 黑白血壓的藥 第二個就是我等一下要講的 生靈劑 其實那人生活不是很緊張嗎 他焦慮就吃焦慮就吃 偶偶吃可以 如果他長期吃 就會長長運氣 過敏的大腦的病人 吃高血壓的藥一定要 要非常非常謹慎 而且要一直很確定 就是如果你有偏頭痛 你有雲眩症 你有慢性有免 你自律神經失調 因為自律神經失調 他很容易緊張 去醫院療的都是假的高血壓 都是血壓 身高不叫高血壓 那叫他停藥 或者很放鬆涼的時候 都其實都很正常 這些人有時候吃降血藥的藥 反而造成這個情況更惡劣 就過敏的大腦更糟糕 在這兒後 韓同學 你不要爆發 買房子